MDAD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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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孩子們早安 MDADDY我是老爸 今天我要聊聊啦 就是使用這台 Sony Xperia 1 II 真的唸起來有點鬧神 Sony Xperia Xperia Sony Xperia 1 II 哼 使用兩個禮拜的一些心得 首先我先跟各位講啦 我做的這則視頻啊 不是那種很專業很專業的評測 啊最主要是想要告訴各位 我使用這兩週的一些感受 我比較少打遊戲 也很少用手機來看電影 大部分手機對我來說呢 就是生活上的紀錄 就是我會 我大概講一下 我本來是用拿兩支手機 我一直習慣有兩支手機 這支是S20 Plus 這支是S20 S20 Plus啊我主要拿來 接Lion 收Gmail 還有這一個 就是我工作使用的手機 S20呢 我最主要拿來 錄生活頻道 還有補一些 主頻道的畫面 這個是 導航 因為有時候 它在導航的時候 我這支可能Lion會來啊 所以我總不能用它來導航 我原本的想法 是希望把S20換成Mk2 簡單來說呢 因為我的主力相機 就是用A73 所以是用Sony體系的 我原本是非常非常高興 能把我第二支主要去紀錄 生活的影像的手機 換成Sony 不過在這支中 真的遇到一些問題 那我最後再跟各位講 Sony Xperia 1 Mk2啊 還是有幾個 我認為非常大的優點 我大概整理出來了三個 第一個啦 我要說說它的螢幕 它的螢幕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它的螢幕解析度啊 是 3840x1644 有643ppi S20 Plus啊是 3040x1440 只有525ppi 所以你很明顯啦 我覺得是尤其是 你在看一些網頁跟文字 就是那種 細緻度跟細膩度啊 是完全不一樣的 你會感覺 哇這個手機看起來真的舒服 S20 Plus啊 它在看一些圖片啊 跟影像啊 你會有一種感覺 就是很鮮豔 很搶眼 可是Sony的這支手機啊 我覺得它螢幕看起來 給我的感受是那一種 日式的那種精神啊 就是你看起來就是非常的舒服 而且啊因為它是21-9的關係啦 它有些優點是S20沒有的 比如說我現在一起打開Google地圖 這是導航啊 你會發現Sony Xperia 1啊 就是硬深深多了一解 就是因為它是21-9 也因為它的解析度比較高 而且我發現啊 其實它本身內建的這個 多視窗還蠻好用的 就也很直覺啦 我前幾天開車的時候 我有嘗試把地圖放在上面 然後把YouTube Music放在下面 欸我的YouTube Music沒關係 先放YouTube 然後這樣子就開始用囉 而且這邊調整 如果啊你不是用Android Auto導航 還是習慣用手機導航 其實下面放個音樂啊 放個其他的東西 這一點啊我認為是Xperia 1 II啊 非常加分的地方 來第二點就我的使用上啊 還有這個拍照鍵 真的太方便了 或許你會跟我講 S20啊 按兩下 也會變成一個拍照模式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在架穩定器的時候 你就會非常尷尬 開螢幕啊 或者是你想要錄影啊 都會變得非常不好使用 所以我從S10換成S20以後 我就非常少使用穩定器 這一點啊Xperia 2啊 有個這個拍照錄影的鍵在旁邊 真的太方便了 你放在穩定器上 按下去馬上就可以開始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太棒的地方 第三點啊我要講 它真的是比較有一些 照相的樂趣啦 它本身啊還有兩個APP 就是Cinema Pro跟Photo Pro 垃圾車來了 我錄影一直中斷 我等垃圾車過 好了 這兩個APP啊 就是讓你可以手動去調整一些 就是 參數 就是把一些Sony相機的黑科機啊 都放進來 都放進來 而且就我的實驗啊 前幾天我在錄阿U 不用連續拍照 它對焦真的非常的厲害 而且我只是用普通照相的模式喔 你會發現它幾乎啦 真的 每一張啊 都有鎖定在眼睛 同樣的狀況啊 我在S20上面使用 其實是很多濕焦的 所以 真的蠻厲害的 接下來我就來放一些 錄影跟拍照的畫面 讓大家稍微比較一下 左邊是Xperia 1 右邊啊 一樣是S20 Plus 你在做什麼啦 我在等啊 你在等什麼 等日環時啊 等日環時喔 對阿 它現在已經變 變月光仙子了 變月光仙子 好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皮特爸有一起來 我用的是最廣角的部分 然後我們再看日食 這是皮特爸今天開的Model X 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它顏色的落差跟天空 因為其實你以日常的Vlog來講啊 絕對是用最廣角的部分比較多 所以這兩個鏡頭的特性啊 其實很明顯就可以感受出來 不過我要進電腦 再詳細看一次 比較能夠感受得出來 那我把它轉過來 你看在拍開箱都是這樣子 然後稍微簡單設那個測試一下啦 因為我兩邊的手震 防手震都打開 然後防手震打開最主要就是 它的廣角度真的會少個 這兩組影像啊 其實都是用超廣角模式下去拍的 我非常有疑慮是 為什麼在天空的部分 S20可以表現得這麼藍 可是Sony沒有 我就再度懷疑 我是不是有些東西沒有設定好 我兩台相機都是用原始的狀況下去拍囉 我就發現其實 S20在原始的設定中就有 就有 就有 就自動HDR 所以當然會比較漂亮啊 然後 我就覺得 這 這個影片 不太公平 我又犯了一樣的錯誤了 就是沒有打開HDR 結果後來發現 真的啦 Xperia Mark II的HDR 我沒有打開 所以過了幾天 我就把它打開 又錄了這一段 然後 我兩台都是用超廣角的鏡頭 所以我用超廣角的鏡頭 好 先把它暫停 把它開啟 在這邊的時候啊 天空就變成非常的藍了 就是 跟S20就比較像了 我就把這則影像 輸入到電腦 就變成這個樣子 現在林在那邊拍我 我這樣帥嗎 你要熱死了 你還要我等多久 好啦 等我一下嘛 弄弄弄弄 那去幫我拿一下水 龜姐 好 好 鎖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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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兩台都是用超廣角的鏡頭 都有用防守震 那為什麼這樣 其實我沒有很了解 我就上網找了一些資料 那其實透過Final Card Pro 去拉一些顏色的曲線 或什麼 它藍色的天空又回來了 其實這種情況啊 在S20也有 不過S20啊 是在更裡面的選項 就是進階錄製選項 如果S20啊 你把HDR10 Plus影片打開 它一樣也是類似這樣的格式 其實這很複雜啊 我也不想了解 因為手機的紀錄 對我來講 就是一打開我就要用了 而且這種HDR10 Plus的影片啊 直接上傳到YouTube 觀眾如果看到啊 都會覺得顏色怪怪的 因為它可能就是必須經過 後製跟調整 像我這麼懶惰的人可能 就有點麻煩 所以這一點來講啊 我覺得是Sony Xperia 1 II 的一個小小的問題啦 因為我的使用習慣 並不想要再進電腦 再調整 我希望錄完 上傳 所有觀眾都直接能看到 我想表達的東西 再來我們來看看它前鏡頭的比較 現在我們用前鏡頭 然後目前左手邊這一台是Xperia 1 跟大家講幾句話 你在做什麼 我現在有四個眼睛看出來吧 其實我這邊才是我真正的眼睛 我現在已經在看日環節了 我想看到它已經是 喔 月亮星子狀態 嗚嗚 嗚嗚 ?" 欸這樣子你看不出來拿相機鏡頭比較好 還是要看不出來 今天我看現在這樣太亮 太亮 對現在很亮 然後 接著我們換S20 什麼是好手機 其實在前鏡頭的這段影像當中你也可以發現 S20在藍天的部分真的是表現的比較好一點 然後大家一直詬病S20的白平和橫白什麼的 其實在這個表現下 其實感覺上也是差不多的 而且你可以注意到一點 S20的前鏡頭稍微比較廣一點 再來我用超廣角鏡頭跟標準鏡頭照了一些像 我覺得這個顏色就是一人而已啦 有人可能喜歡這種藍 有人喜歡那種藍 但是我比較在意的是 其實S20還是稍微廣了一些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室內的場景 我現在在室內用的是超廣角端 左邊是Espira Mark II 右邊是S20 我在哪一隻看起來比較美 你想害我兩隻都很美 那這一段你就可以發現啦 S20的白平衡啊 在扁的部分啊真的是非常的白 Espira 1 Mark II啊其實它真的比較自然 顏色啊也比較接近現場實際的感受 不過有些細節啦 我還是覺得S20 Plus好像是真的保留的比較好 然後我有一種感覺啦就是在前陣子我用S20的時候我必須老實講我認為它白平坑就是不太好 但是把兩台相機的對照放在一起 好像又沒有那麼糟糕 S20的畫面啊 其實看起來真的好像有一點比較淘心 你比較喜歡哪一個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講到最後我覺得都還好 可是最後讓我比較不能接受的 我跟各位稍微分享一下 第一點當然就是錄影時候 鏡頭的切換 這隻是S20 Plus 我們開始錄影 在錄影的時候啊 你是可以三個鏡頭做切換的 然後即使暫停錄影的時候呢 你也可以 做切換的動作 所以你可以錄一錄暫停然後切換鏡頭呢 再繼續錄 而且就我使用這三四個月的心得啊 這些影片上傳到YouTube 或者是我後來後製 都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Xperia Mark II啊 在這一點問題真的還蠻大的 一樣我們開始錄影 那這時候你不能切換鏡頭 你能做的就只是 數位變焦 即使啊暫停錄影 也沒辦法切換鏡頭 除非你停止錄影 才能回到可以切換鏡頭的模式 所以相對而言啊 你的變化就會變得比較少 不過這一點我倒是認為 也並不是每個人都需要 或許是我比較需要 可是他目前最嚴重的部分呢 他如果中段錄影再繼續錄影啊 他後面的部分啊 你會發現他的聲音啊 跟影像的軌道會跑掉 會對不起來 這是一件多麼麻煩的事情啊 所以我真的希望啊 Sony趕快把任體給更新 這些都是小問題 但是會造成一些 像我這樣生活紀錄的使用者 非常大的困擾 綜合我以上 所有使用的優缺點啊 現階段真的 如果以這兩隻手機 欸價格也差不多啊 S20 Plus啊 是36,900定價 當然他還有搭配很多活動 那Sony的Xperia 1 Mark II啊 定價是35,900 如果讓我來選啊 我會選擇S20 而且重點 他還有YOLO卡 真的太方便了 不過啊我也不會這麼快 把Sony的這隻手機 Xperia 1 Mark II賣掉 因為 他還是有蠻多優秀的地方 也希望啊 Sony趕快更新任體 讓他使用上門更方便 好啦今天分享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分享按讚 我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 下午點我會發布影片 我們下次見 當然你有更多的想法 歡迎在底下留言 拜拜 我剛才在彩拍了一下下 可是真的沒有拍很久喔 這邊就顯示 部分功能 因為裝置 溫度升高而停用 目前我觀察到啊 是 他的 冷臉辨識跟眼控 才不是耶 他的眼控 眼控對焦 可以了 把你擋住 他的眼控對焦 就沒有了 他身邊 他身邊 他的眼神 他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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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身邊